那所以呢,接下來的話,因為在網頁除了有那個什麼標籤之外 所以除了標籤之外,其實你可以運用像class跟ID 但是這兩個東西不是一定必要的 所以有一些網頁可能沒有class 可能沒有ID,那你可能就是要用標籤的方法 所以標籤一定會有,但是class跟ID不見得有 但是我發現class有的機率比ID還高 所以如果以那個重要的順序來看 標籤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class,第三個就是ID,大概是這樣的 那當然不管任何爬蟲,以後如果你假設用其他工具用Python爬,也是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像最早還用Java來爬啦,所以不管,反正就是概念都一樣 你要先了解這個HTML網頁的一個基本架構 那所以如果假設我要爬的資料假設 如果我要爬的是我是段落2 把資料爬過來的話,那怎麼寫 當然如果你要寫的話,當然我們可以拿剛剛的來改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可以拿剛剛這一段複製 把它當範本也可以啦,貼過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最簡單的改法就加個2就好了 就是你的這個Sub名稱不要跟上一個一模一樣 如果一模一樣,它會出現錯誤 如果你假設一樣的話,我記得好像執行都會出錯 它會出現這個 什麼,發現不正確的名,為什麼?因為名稱一樣 那如果假設你不要讓它出錯,你就加個2就好了 它就不一樣了,ok 那接下來的話,那一樣 就是先 產生一個HTML file的物件 它這個物件裡面的話,再把 原始碼載進來 所以這個原始碼載進來 那如果假設我要抓我是段落2的話 那有幾個方法啦 那如果你用p好了 假設我用這個p的標籤 那我一樣喔 用那個doc.getelementbytechname 抓p,然後呢 讓它放在一個p的物件 所以set後面就改一下名稱 那如果我要取得我是段落2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啦 就是你這邊的話可以怎麼樣 這個是把b1先清空 所以清空嘛 然後再把第幾個 因為它這邊順序因為有兩個p嘛 所以你這邊的話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把這邊改成1就可以了 如果是0的話,我是段落1 如果是1的話 如果是1的話,就是我是段落1 所以你把它執行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會得到什麼 我是段落1吧 執行一下 我是段落2啦 ok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如果不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是抓那個標籤的名稱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兩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class名稱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用class名稱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改什麼 這個這個方法可以改 這個這個叫什麼 Gate Elements 我要抓裡面的資料喔 by什麼呢 這個是tag name 可是如果你假設喔 你要抓的是class 所以你可以把tag有沒有 改成class就可以了 cl cl ass 其他應該是不變 Gate Elements 一樣有X 因為class不只一個 所以 Gate Elements 把原來的tag 改成class 然後呢 跟他講說 我有個class name 叫做這個名稱 有沒有 所以你把這個名稱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取消之後 再切回到 這個basic裡面 跟他講說呢 我要用class名稱喔 幫我抓 那至於這個物件名稱 你要不要改 其實也可以改了 改一下 改成rate OK 所以喔 我抓到這個名稱 那所以只會抓到 這一個東西 然後呢 他會放到rate之後呢 你就把它放到這邊來 因為呢 只會有一個 所以呢 他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你不能是 1 你要是從0 OK 那一樣把他裡面資料給抓出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理論上如果用class class name 所以其他都沒改 只是把tag name 改成class name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試試看喔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知新看看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喔 class name 他出現一個 因為C是小寫吧 大小寫 我看一下他 我記得有個問題說 如果呢假設你用create object 他好像只支援 tag name 可是如果你要讓他可以支援那個class的話 可能他要做另外一個方法喔 這個我待會再講喔 這個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再講這個地方喔 主要原因是在這裡喔 我又把它整理一下 放在那個雲端百碼的 第四頁的地方喔 就是如果用方法1這邊有一個叫 get elements by 本來叫tag name 然後把它改成class name 不過如果你假設用方法1的話 一定要用叫 early binding 什麼叫early binding 所謂的early binding就是說呢 我要產生這個html 物件 的宣告方式喔 你不能用 set doc 等於create object 這個方式喔 這個方式喔 他只能夠接受 就是如果你要查的是 tag name可以 但是class name就不行 我覺得我也不理解 明明是同一個物件 為什麼用 上面就不行 用下面就可以 我剛剛有改了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下面這個early binding 就是把這幾個字有沒有 把它改成下面 所以啦其實就是這兩行ctrl c 然後把你把它貼 貼到哪裡 就是把它貼到 這個啦 這一行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就不要啦 如果假設你不要把它蓋過去 你要當參考的話 你可以前面加個單以後 表示我把它註解掉 但是我暫時不要刪掉 然後貼這兩行 這兩行的話就only binding 其實也是宣告物件的方法啦 這個宣告是在者直接 就是存取就把這個當成一個物件 變成他 當然這個比較直接 那另外一個叫early binding 他就是要先宣告 有沒有 他一個定一個Doc 是一個這個物件 然後呢 再去new他 OK 用new的方式喔 他才可以 正確執行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new他 好像就不行 不過呢 第二個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部分是必須要 把它取代成這兩行 一行變兩行 第二個還有一個地方一定要 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必須要引用這個東西 叫 Microsoft HTML Uptial Library 第二步喔 所以變成要兩步 有點麻煩 所以啊 如果create object 一步 就一行就搞定了 但是 early binding 他就比較麻煩 他就變成說要多兩個步驟 他你們 你們記起來其實反正就步驟做對 也OK啦 所以第一個把這一行 貼過去 或者把它註解掉 第一個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 就是工具裡面設定 你用項目 記得找到 Microsoft開頭 所以你往下拉 大概拉到 那個Microsoft 有沒有這邊有個 Microsoft開頭 然後面這個就 H開頭了 所以你就往下再找 H開頭的 有沒有 H開頭 其實H開頭的第二個啦 第一個好像是 Help 這個啦 就是 HTML 叫 Upture Library 就什麼呢 物件的 這個 函式庫 程式庫 OK 所以用這個打勾之後的話 那 這兩個步驟做對 那就OK了 這個畫面我其實有把它放在第四頁 雲端的第四頁這邊 按確定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程式完全沒有變動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喔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結果一不一樣 剛剛好像會跟你講說 他不 他沒有辦法 用這個什麼呢 可是換了這個方法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我按F8好了 你會發現 就 這一行就過了 完全 沒有 只是做 把它改成叫 Earlybiding 之後的話 那就OK了 那輸出 沒問題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主要是把它改成叫Earlybiding 你說老師 那 那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叫做Earlybiding 跟這個叫做 Earlybiding 有沒有 這個有什麼 差異啦 其實啦 除了說 當然你會發現 Earlybiding比較簡單 一行就搞定 那 Earlybiding變成你要兩個動作 可是呢 他不是說 Earlybiding不是說沒有 沒有優點喔 他其實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將來你用 你使用物件的時候 他有一個 很棒的一個 地方 就是說呢 你如果假設 用Create object的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在這個物件有沒有 我們本來宣告不是 宣 宣告一個 Doc 那以前 我們不是用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點下去喔 如果假設你用 set這個方法 他這個點下去喔 不會幫你產生下拉清單 讓你知道說 他這個物件裡面 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可是如果你用那個 Earlybiding的話喔 他就會跳出 這些方法 像剛剛不是有什麼 getElements by 什麼className byTechName 這麼長對不對 那如果假設要叫你背啦 誰背得起來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點下去喔 你打一個get就好 G E T 有沒有發現 他全部東西 你打一個G1就出來了 他會直接出現這個啦 有沒有 getElements byTechName 所以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點兩下 然後你要抓什麼class名稱 我要 的名稱就是這個 ray的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直接把這個ray的打上去 這樣就OK啦 如果你要TechName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 像上面這個地方 可是如果你假設用這個 這個寫法喔 你在這邊喔 有沒有同樣的方 同樣的喔 你會不然點下去喔 他怎麼完全沒反應 因為 如果你是用 Early Biden 才會有下拉清單 如果你用內的拜定 很抱歉 沒有下拉清單 OK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也是 你說說 這個 我怎麼會知道 我這是 非常久才知道 原來會有這個問題啦 這個網路上 你怎麼查 你們也可以查查看 應該 好像沒有特別的說明 我這個是我自己釋出來的心得 OK 所以喔 兩者差異啦 你要怎麼用 反正看你 如果假設啦 你只是要 GetElement by TakeName 那OK 你就是TakeName 你就用這個方法就OK 可是 將來如果 你用 CastName的話 那你記得喔 一定要改成這樣子 OK 改的方法 我有在 雲端白板上面說明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邊應該是在第第四頁的地方 我改成 這個地方 試一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特別注意喔 這個 那個什麼 Early By TakeName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你假設兩個沒有搞清楚的話 那將來你程式就很容易卡在那個 尤其是GetElement By TakeName上面 OK 這個地方啦 其他應該就都還好啦 我覺得 剩下來就是說呢 你要去 實作啦 就是因為 每個網頁是說真的長得都完全不一樣啦 每個網頁喔 所以你要怎麼樣能夠抓到 網頁上面 你要的資料啦 第一個當然你要看懂原始碼啦 只是說你不需要從頭到尾去看 我之前有教各位按右鍵檢查 是一招 但是這一招的話恐怕你還要累積經驗了 你如果 那累積經驗久了 你慢慢就是喔 我找到標籤了 我找到類別了 我找到ID了 那我要把我要的資料抓下來 其實就簡單的啦 OK喔 那剩下來就是你要熟練啦 要花時間 因為這東西說真的 你說 很難嗎 我倒也不是覺得很難 因為看久了都覺得蠻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不熟喔 說真的每個都覺得 整個天書一樣 外新聞嘛 OK喔 所以其實 熟悉啦 像我們經常在看就覺得這沒什麼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花的時間不多 你要把它真的看懂 我覺得這也是一門很 很 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東西說真的啦 你要花很多時間才會的 才會的啦 那基本上就稱為一個專業啦 其實你這專業就是表示不是一般人會的嘛 OK喔 所以爬從目前啦 以現階段來看喔 應該大部分人都 不太OK 的情況下喔 那就是一個專業 而且需求大不大 需求很大啊 哪個地方哪個行業不需要爬資料 對我看各行各業都有爬資料的需求 像最近那個ChargeBT OpenAI公司也被告啦 被哪家 被紐約時報告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喔 他的裡面呢 產出的一些文章 奇怪怎麼都跟我們紐約時報的內容幾乎快一模一樣了 對 那 道理很簡單你說 那個 那個ChargeBT 他怎麼訓練的 他一定要餵給他很多東西 那怎麼餵給他很多東西 那就是網路上爬的嘛 對所以其實 不能說的秘密啦 就是其實他背後呢 其實有很大的 資料都是從網路上來的 然後來了之後呢 再餵給AI 去把它訓練 讓他知道說將來以後 比如說人家問什麼問題 你要怎麼回答 你要有一個很大量的一個資料庫嘛 這個資料庫從哪邊來的 總不可能工程師 每天都寫文章給他吧 那個工程師那麼厲害 所以呢你要讓他學會 你一定要餵給他很大量的資料 那資料來源通 我想啦 他不可能說自己 工程師每天都 C-C-V吧 那這怎麼可能會讓 AI變得聰明 如果假設只會 C-C-V 我看那個OpenAI在10年做不出來啦 為什麼每天都感動是一個 他其實要怎麼樣快啦 就是寫個爬蟲啦 那就爬一些相關的東西 反正他需要哪一些 領域的東西 可能各領域就會有個 各領域的 爬蟲工程師 他每天都爬那方面的資料 然後餵給AI去訓練 然後呢 讓他變得更聰明 OK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啦 很大一部分像AI一定 也會很需要爬蟲這個東西啦 各個行業都一樣啦 反正你要讓你的 你的這個資料量夠龐大的時候 不可能用人工慢慢去累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 你要的爬蟲寫出來 然後去爬取你要的資料 把它建構起來 OK那未來其實每個行業 也可能會需要 個別性的AI啦 因為現在使用的都通用型的嘛 所以通用型像 OpenAI他好像全能 可是以後每個行業要的東西都不一樣嘛 所以未來 很需要一個部分呢 就是寫個別性的AI 那一個你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需要訓練他 你一個模型建立起來你要怎麼訓練 你要有個data啦 OK那其實也是需要 去 你喜歡這件事 就行 了解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